甲状腺节节案例 王女士62岁 县居河北 2017年6月发现甲状腺处有小硬节并办不适感 虽用手不停搓柔换处 几天后硬节变大 不适感转为疼痛 6月22日到医院做B超检查 显示甲状腺右页有3.9×2.5厘米节节 左页有两个小节节 结论为甲状腺囊性节节三级 6月22日B超检查报告 6月23日进步节节情形 医生建议立即住院手术治疗 患者本人对原始点已有初步认识 加之对手术甚为恐惧 争得家人同意后决定用原始点调理 6月23日起 每天按推头部、颈部、上背部一次 喝姜汤、温敷 6天后疼痛感消失 运动主要是爬楼梯 起初每天2-3趟 后来增加到每天7趟直至10趟 温敷有红豆袋和电热毯 每天坚持12小时 姜汤是用25克干姜片熬煮而成 每30分钟左右浮食50毫升 每天姜汤浮用量约2升 还纠正了以前的不良饮食习惯 不再吃凉拌菜、甜点、水果等 管控好自己情绪 尽可能平静度过每天时光 7月10日 7月31日 8月21日到医院必超复查 右侧甲状线结节由3.9乘2.5厘米减少至2.0乘1.2厘米 左侧两个小结节也小了一半 首处基本摸不到了 6月23日 8月30日 心得 两个多月时间病情有如此大的好转 得益与原始点、药灵、美条都在生活中落实到位 严格执行 囊肿结节都属老化 不是疾病 既然没有症状就不再关注它了 只要日常生活中认真落实原始点 我相信身体会保持健康